钱可以买到一切,不是吗? 亿万富翁用他们的钱来购买,对政府官员的政治捐款的影响力是臭名昭著的。 他们可以用他们的钱来躲避当局,并支付代表费,使他们能够真正地逃脱谋杀。 当你名下有几十亿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是禁止购买的,包括在以前用于孤儿院的土地上建造的价值十亿的房子。 那么,世界上有哪些东西是亿万富翁不能购买的呢? 让我们通过这份稀有和受保护的收藏品清单来了解一下,即使是亿万富翁也无法购买。 史密森尼博物馆 史密森尼博物馆网络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由23个博物馆、动物园、花园、画廊甚至一个城堡组成的集合,具有全面的美国历史、特殊的艺术收藏品,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壮举。 这些博物馆在2018年以10亿美元的预算接待了2850万游客。 许多亿万富翁都想拥有这些藏品中的无价文物。 史密森尼博物馆中一些最珍贵的物品,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在被暗杀当晚所戴的高帽, 将前两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指令舱,以及第一架成功的有飞行员乘坐的动力飞机,1903年的莱特飞行器。 但它们是无价之宝,谁也买不到。 史密森尼博物馆是由政府资助的,访问华盛顿特区的游客,希望每次访问史密森尼博物馆都能免费参观。 此外,如果一个商人或女人试图向美国珍贵的系列地标之一投资获利,会对其目前的业务造成可怕的公关打击。 没有任何政治捐款可以说服政治家通过投票,支持出售史密森尼博物馆而激怒所有选民。 我只能想象,如果一些公司在经营这些特殊的博物馆,进入这些博物馆的费用会是多少? 但值得庆幸的是,我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几率很小。 9.唐纳德·米勒的被盗藏铁 2014年,联邦调查局的艺术犯罪小组突袭了唐纳德·米勒的家。 这位91岁的老人一直在世界各地非法收集文物。 米勒后来去世了,但联邦调查局查明了他的收藏范围,数字是惊人的。 他的整个房子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米勒花了60年时间,非法挖掘并没收了超过4万件文物, 包括珍贵的陶瓷、武器和2000具人骨,代表约500人, 大部分来自美国本土的埋葬地点。 大约有一半的藏品是美国本土的, 其余的来自世界各个角落。 尽管直接违反了文物法, 米勒承认他从世界各地的探险中找到, 并保留了大部分文物。 被盗藏品中的亮点包括一张价值近7万5千美元的联邦千元钞票, 价值9万9千美元的化石, 以及来自中国的明朝玉器。 明朝玉器的净值可高达120万美元。 因为联邦调查局正在将这些物品送回各自的国家, 所以没有一个亿万富翁会再次将这批无价的被盗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 8. 枪支被没收 在1996年的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后, 澳大利亚禁止了攻击性武器, 并没收了其公民拥有的所有攻击性武器。 我的哦,那是很多枪。 没收的结果是枪支暴力事件的减少和大量的无人认领的武器。 这些武器大部分都被销毁了, 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买这些武器。 现在美国将很难在联邦层面上推动这样一个极端的计划。 这意味着是各州在执行枪支法和没收武器。 但是,枪支被没收后会发生什么? 嗯,这取决于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亿万富翁将很难购买这些重型火炮的收藏。 这在俄亥俄州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大多数被没收的枪支都被销毁。 但是,即使在肯塔基州这样一个所有没收的枪支都被拍卖的州, 亿万富翁也很难得到这些收藏品。 第一个原因是,只有有执照的火器经销商才能在拍卖会上投标。 而第二个原因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去拍卖会上竞拍这些武器, 将这些藏品分割到全国各地。 其保存在仓库的著名艺术品。 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都在努力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品提供给公众。 但许多博物馆将成千上万的名画锁在仓库里,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被公众看到。 例如,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只保留了1221幅毕加索画作中的24幅展出。 这有多种原因,大多数博物馆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同时展示它们的全部收藏。 最近购买的作品仍然放在板条箱中, 而有些作品根本不符合博物馆当前的主题。 而博物馆没有展示的藏品的比例是惊人的。 古根海姆博物馆97%的藏品被存放起来, 卢浮宫将其92%的藏品锁起来了。 而泰特博物馆则隐藏了80%的藏品。 现在,想象一下,一个亿万富翁要花多少钱才能得到所有这些未见过的作品。 虽然没有对所有这些无价值宝的价值进行预测, 但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出售博物馆藏品的1%就能使博物馆终身免费。 但目前,法律限制了博物馆的艺术品销售, 迫使他们只能在为了购买更多艺术品的情况下出售艺术品。 而许多亿万富翁利用艺术博物馆来达到税收目的捐赠有价值的作品, 然后将捐赠的艺术作品作为税收注销。 而如果一个亿万富翁在同一个博物馆购买和捐赠艺术品, 这将造成真正的地义冲突。 6.普林斯顿大学的硬币收藏 普林斯顿大学收藏了许多伟大文化和文明时期使用的稀有硬币。 这10万枚硬币收藏包括美国殖民时期的殖民地硬币, 拜占庭帝国的硬币,以及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硬币。 这些藏品向公众开放、公旗参观,并可与馆长进行私人预约。 另一个珍贵的货币收藏是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的国家钱币收藏。 这100万件藏品包括硬币、奖章、装饰品和纸币。 特色藏品包括1848年的金块,1787年的布拉舍尔金币, 如果出售的话估计价值450万美元, 以及1910年的印第安人投胜高登斯双英等等。 这些作品在博物馆的一个持续展览中轮流展出金钱的故事。 这些单个收藏品的估计价值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但一个亿万富翁永远不会有机会得到它, 因为策展人在维护这两个收藏品时保持着自豪感。 普林斯顿大学自1849年以来一直在建立他们的收藏。 而我已经谈到了保持史密森尼博物馆公开的那种压力, 所以祝愿亿万富翁们在这些无价之宝上得到那些肮脏的手。 武布朗大学邮票收藏。 集邮是对邮票的收集, 也是富人中相当流行的爱好, 因为邮票是重要的历史文物。 但是,一些最稀有的邮票包含在收藏品中, 可能是亿万富翁们的禁区。 自1876年以来, 布朗大学一直在编撰该国最富盛名的邮票级之一。 该藏品是由六个捐赠给大学的不同藏品组成的。 突出的藏品包括49个写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封和1840年的英国黑便士。 这是世界上第一枚邮票。 而藏品中最有价值的邮票是1901年泛美博览会上的泛美反面邮票。 有一美分、二美分和四美分三种版本, 一美分版本更为常见。 因此,价值不如其他版本, 但一套全部三枚的邮票在2009年以19万9千美元售出。 在同一拍卖会上, 一套四枚的反面价值为114.6万美元。 2011年, 布朗大学的整个收藏品的估计价值为1000万美元。 但是, 与普林斯顿大学的硬币一样。 布朗大学在获得和维护这些收藏品方面, 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并未知感到自豪, 因此它永远不会被出售。 吸引布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学生和捐款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古老大学的威望。 这两所学校都保持着数十亿的捐赠额度。 而大学的捐赠是建立在钱币和邮票收藏等项目上的。 因此, 虽然一个亿万富翁可能会通过购买邮票或硬币提供一个很好的现金注入, 但出售这些珍贵的收藏品对两所大学的长期打击将是巨大的。 4. 现代艺术博物馆 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在纽约市的莫玛内成为他们的永久家园。 这里有超过20万件作品。 最突出的作品包括巴伯罗·毕加索的《Less than Wiesels》, 这幅画估计价值约12亿美元。 而莫玛内最著名的画作可能是范高的《星夜》。 这幅作品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艺术爱好者讨论的焦点, 其价值估计超过5亿美元。 现在, 这个收藏品的价格标签基本上是数万亿美元, 使它对大多数人, 包括大多数亿万富翁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 但无论如何, 他们不可能卖掉任何东西。 如果摩玛没有展出稀有和有价值的艺术品, 为什么会有人来参观? 如果他们开始这样做, 还不如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前挂上一个停业销售的牌子, 三欧菲尔宝石收藏馆。 欧菲尔宝石系列是一套由美国宝石协会认证的40多颗稀有宝石, 其中许多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同类标本。 其中9颗宝石被吉尼斯世界记录, 正式确认为地球上同类产品中最大的按重量计。 最大的是蓝色蓝宝石, 这是一颗313008克拉的宝石, 相当于一个餐盘的大小。 另一个特色宝石是欧菲尔的棕色蓝宝石,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宝石之一, 有5905克拉。 专家们甚至无法识别收藏品中的一颗宝石, 因为它非常罕见, 表明它是一种新材料。 据估计, 以特拉华州为基地的收藏品的成本, 高达每颗200万美元, 或每颗宝石3550万美元。 该收藏品由一家名为 Offer Connection LLC的公司拥有, 但没有人知道谁拥有这家公司本身。 该收藏品没有被亿万富翁购买, 原因很简单。 该收藏品是不出售的。 2. 美国的国家公园。 美国将8千400万英亩的土地 作为国家公园加以保护。 而国家公园管理局, 维持着391个具有这种地位的原始自然地标。 自黄石国家公园于1872年建立以来, 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阻止富人开发这些土地以获取利润, 保持了这些地方的自然美景。 获得国家公园地位的地区, 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 不受任何商业开发的影响。 因此, 亿万富翁不能撕毁这些美丽的风景, 建立餐馆, 度假村和其他能让他们赚更多钱的财产。 而如果他们可以的话, 他们会从这些自然地标中赚到很多钱。 国家公园在2017年有3.3亿游客。 而在2015年, 据估计, 这些公园创造了320亿美元的收入。 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被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其认为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发展教学至关重要的地点, 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地球上的191个国家中, 有1092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遗产地之一是柬埔寨的吴歌窟。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纪念碑, 每年欢迎超过200万名游客。 而这些游客在2017年, 让柬埔寨政府的国库充满了6200万美元的收入。 另一个受欢迎的遗产地是印度的太极陵。 该陵墓每年接待700至800万游客, 每年带来超过2.12亿卢比, 也就是超过300万美元的收入。 现在,被列入该名单意味着不仅拥有该遗址的国家, 而且教科文组织条约的其他成员, 也会对国家管理的财产进行额外的审查。 而这种额外的审查, 使得亿万富翁很难从这些世界公认的遗址产生的收入中找到任何一块。 因此,当你下次对世界的状况感到沮丧时, 请记住这一点。 请记住,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东西, 即使有很多钱也无法获得。 即便如此,你是否认为这么多珍宝被锁起来而不被展示是一种耻辱? 它们是否应该被出售以产生更多的收入?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谢谢你的观看。